本篇为直播教学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11月25日补录 昨天11月24日的直播 昨天晚上去吃烧烤 喝酒之后就睡着了 今天补录一下 那今天的主题是提醒傻子 得罪骗子 骗子联合 傻子对付你 不要叫别人买卖房屋 傻子是买卖的猎物 今天这个主题呢 其实你看标题 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其实这个傻子呢 通常是别人锁定的目标 你不要去提醒这个傻子 你一旦提醒这个傻子 你就会去得罪一个骗子 那你得罪骗子之后 骗子就会联合傻子来对付你 举例 今天是买卖房屋 不管你是买还是卖 都是一样的 假设今天你要去买房子 我提醒你 三房平车一千多万 只租不到两万 不能买 这个时候 我一定会得罪一个人 叫做卖方 而且同时还会得罪另外一个人 叫做仲介 卖方跟仲介 就会联合起来 洗你的脑 或者是联合起来 说那个人讲的胡说八道之类的 你看房地产都上涨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说没事 多喝水 不要去给别人建议 因为别人的建议 你给别人建议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当他疯狂高潮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去买房子 一直追价 高潮的时候 跟买股票一样 你告诉他 这件不能买 但是你会同时得罪很多人 或者是他是卖方 那你会同时得罪买方 买方可能知道 他的房子要都更了 他的房子要被收购了 结果你告诉他 不要卖这边有发展 或者是你讲的其他的阻碍了这个买卖的程序 这个方向 或者是别人就是要买他的老公寓 比如说要都更了 人家知道的 那你是不是又得罪了中间的 仲介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监客 所以他们就会联合起来 这个中间的监客 跟要买你房子的人 当然这是 你是卖方来说 你要把房子卖出去 你其实买房子也是一样 我告诉你 不要买 你是卖方 我告诉你不要卖 那这个时候 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中间的监客 俗称仲介 或者是买卖方 就会联合 说我讲的啊不对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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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联合起来对付我 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 不动产的买卖 不可以给一般客建议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程度太低 永远都在问 房地产会上涨吗 房地产会下跌吗 房地产还可以买吗 这间可以买吗 这间 可以做吗 这个可以吗 那个可以吗 他们还在可以吗 这就像 一个小朋友走在十字路口 红灯问你可以走吗 绿灯问你可以过吗 黄灯问你怎么办 红绿黄同时在移动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做 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问完之后走另外一个方向 还走错边 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一般人买房子的状况 所以他们做不大是正常的 那至于要怎么做大实际的实战操作 我放在会员频道 付不起得不到 我都说 那些年我看过的风景 走过的路 遇到的鬼 还有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全部都放在会员频道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一般标准品 不要再买了 一般标准品 什么叫标准品 比如说三房平车 这个讲出来又得罪很多人 哎对 讲出来又得罪很多人 每瓶四五十万瓶数很大的预售屋 不要再买了 这个讲出来又得罪很多人 所以我们不要讲 我们就偷偷的去做 不然大家都醒了 都来跟我抢东西也不好 毕竟你锁定的是毒品 我锁定的是补品 不一样 我吃的是补品 你吃的是毒品 所以我一直买买买买买买补品 而你一直吃吃吃吃毒品 然后你却觉得 你将来吃的这个毒品是补品 而我吃的补品还是补品 等我更强壮 强壮到 看不到你的存在的时候 其实你讲什么也不重要 我也听不进去了 我现在已经有这个现象 我现在包皮越来越重 就是其他人讲的一些建议 要买不要买 其实我也听不太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亏过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亏 可能会亏好可怕 我也不知道害怕什么 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 白漂版啊 不是 免费版 就播到这里 希望对你没有帮助 但是今天的重点就是 不要去影响那个要下决策的人 因为他有可能早就是别人的猎物 这个猎物已经被锁定 你就好像从别人嘴里把那个肉拉出来 我跟你讲哦 那个别人 那个别人的肉 那个猎物 被锁定咬住之后 你把他拉出来 这个猎物会反过头来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抢食物 不对啊你 你明明是猎物 你明明被他吃了 为什么要把他拉出来 他会满脸的疑惑 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你为什么要怎么样 所以这又导入一个天条 叫做人不可改变 只能被影响 所以你不要去影响别人的买卖动作 听得懂意思吗 赚亏有命富贵在我 不管这个人是要买还是要卖 都不要去告诉他 因为他不会感谢你 你今天告诉他不要买 后面涨了 他会怪你 说你为什么跟我说不要买 你看他现在涨了 Como 我们看的就不是价差 详阅会员频道 我们看的就不是价差 赌博公开说明书 就是我们看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今天你告诉他不要卖 然后你看下跌了 你当初告诉我的 好像不太对 现在这整区都下跌了 你是不是要怎么样负责任的什么的 你是要怎么交代 要交代什么 要交代什么 给你一只皮卡丘就不错了 给你一只皮卡丘 所以最后 得到了结论就是不要去 影响别人的因果 听得懂吗 讲到最后 讲出因果 讲到因果去了 就是说 不要去影响别人的因果 他今天会卖这间房子 或他今天会买这间房子 是因果定 同时也是猎物所定 他有可能做的就是错误的决定 没有错 以几率上来说 其实我们只是以几率上来说 不一定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99%是正确的 所以说我们就 就像我说 我不动产啊 买卖从来没亏过 100%是正确的 那我就不要提醒你了嘛 对不对 干嘛提醒你 对不对 你会说 呵呵呵 你也没多厉害 大概是这样子 他们的回应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提醒任何要买卖房屋的人 不管他是买方还是卖方 因为他们不会感谢你 而且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反过头来 咬你一口 会联合其他人说 其他人说 哈哈哈哈 那个计程车司机说 这边没有发展 嗯对 他说的是当下 我讲的是未来 这样听懂意思吗 没有发展 所以这边不能买 爱 计程车司机是怎样 我看的是未来 他讲的是当下 计程车司机 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 但是你没有反过头来 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他今天 会做对的决定 他的人生 怎么会只有在开计程车呢 而且又怎么会开计程车 不是说 开计程车这个职业不好 而是你无法判断 别人讲出来的东西 对你是有帮助 还是没帮助 他讲的是当下 而不是未来 他如果能够看到未来的话 他就不会是 纯的计程车司机 他也不会随便告诉你 将来没发展 因为他看不到发展 他只能看现在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们没帮助 拜拜 本篇为直播教学 剪辑图文版 详细说明 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他计算 s 感谢观看